联盟大事,场外风云,白话美之篮,一起聊个球,我是老白。 NBA常规赛继续进行,篮网课场126比123艰难击败熊鹿,欧文砍下38分,独自带队战胜了熊鹿三巨头。 本场比赛篮网全队上下都憋这一口气,也许是因为昨天76人大胜,哈登发挥出色,所以篮网本场比赛势必要拿下,不能被打脸。 由于是科场比赛,欧文可以出战本场比赛,加上新颜德拉继奇在赛前确定迎来首秀,尽管杜兰特与本西蒙斯依旧无法出战,篮网队的阵容深度还是获得大幅提升,尤其是考虑到两支球队都是本赛季东部争冠大热门,也让这场比赛备受外界关注。 比赛一开场,两支球队就火力全开,在攻防两端的强度完全不像是一场常规赛,更像是季后赛相遇的预演。 熊鹿队凭借内线的优势,以及更高的效率,一直占据着领先优势,篮网队虽然手感不佳,但在欧文的带领下依旧仅有比分,售戒结束时落后7分,四节上来,篮网队在开局就抓住熊鹿队压火的空荡,迅速完成比分的反超,但随着替补球员登场,熊鹿队更好的阵容深度,让他们重新拿回优势,尤其是波底斯的三分球,被篮网队的防守策略制造了巨大的麻烦。 半场结束时,熊鹿依旧领先6分,一边再战,篮网队与熊鹿队在杰出一直围绕着5分分差周旋,此后篮网队率先发力,多点开花打出了一波23-4的攻击浪潮,一口气建立起13分的巨大领先,但未免冠军的任性可不会就此被击垮,球队在波底斯与字母哥的带领下,没外接连开火,在第三阶结束时,将分差迫近到仅剩3分, 进入末节争夺,波底斯延续神奇的三分表现,熊鹿队也重新拿回优势,但在最后时刻,大心脏的欧文再度站了出来,一人连得7分,帮助球队反超,并且在关键时刻篮网队通过罚桥战术消耗掉了时间,随着字母哥绝评三分不中,磕场作战的篮网以126-123逆转击败熊鹿, 对于篮网队来说,这是一场极具标志性意义的胜利,因为熊鹿队不仅是未免冠军,还是本赛季东部最大的争冠热门之一,更重要的是,本场比赛中,两只球队都拿出了真东西,比赛强度完全可以媲美季后赛,教练组的斗法,以及球员的对拼都堪称神仙打架,熊鹿队方面尽管输掉了比赛,班兹姆哥轰下了29分14篮板6助攻,波底斯拿下30分12篮板, 并且标中了打破生涯纪录的8季三分,米德尔顿得到25分3篮板7助攻,火勒迪也有19分5篮板7助攻,毫不夸张地说,未免冠军熊鹿拿出了球队能够拿出的所有招数,也因此暴露出了字母哥缺乏投射的致命短板,在比赛关键时刻,缺乏投射的字母哥多次被逼入绝境,不得不在尴尬的中线位置处理球,导致球队节奏被打乱,连续出现失误。 而这场比赛对于篮网最大的收获,一定是角色球人自信心的提升,关键时刻的欧文永远值得信赖,篮网队同样一度被熊鹿队的防守压制到球都无法流畅传导,面对这样的局面,欧文直接放弃传球,通过个人进攻连得7分解决问题,有一点可以肯定,现在篮网确实更加团结,打得也比较流畅,包括那时临场调配和一些战术运用都没有太大毛病。 比赛结束后,杜兰特非常高兴,话里有话,欧文有话要说,而那时很开心,胜赞球队每一个人,并且对于杜兰特的付出有自己的目标,最兴奋的还是蓝王老板蔡崇信,赛后爆出口。 今天的比赛对于欧文来说意义非凡,因为他的父亲也来到密尔沃基现场观赛。 当比赛结束后,欧文找到场边的父亲,父子俩仅仅相拥,不少还没退场的熊路球迷对于欧文父子也抱一掌声。 实话实说,欧文今天确实很不讲理,就以第四节最后5分钟为例,当篮王还落后7分的时候,干把3分突破上篮,包括最后时刻连续罚球命中。 熊路真没办法限制欧文,全场比赛欧文26中14,看下38分5篮板5助攻2抢断,各分也创造个人赛季新刚,而欧文在接受采访坦言,我非常希望纽约能够取消疫苗限制,当我们全员归来时,我们会很棒。 简单来说,欧文的个人单打,给了角色球员更多空间。 当然,欧文也没有破坏球队的传导球体系,更多时间他也在努力找队友配合,表现挺好的。 而在赛后球员走向球员通道时,根据篮网随对记者透露,杜兰特在通道内大喊,这是属于布鲁克林篮网的胜利。 在我看来,杜兰特这番话有两层含义,首先是去年篮网倒在熊路脚下,结局原本应该是篮网站到最后,但是欧文的受伤,包括最后两场比赛裁判吹罚。 赛后裁判报告都显示熊路在获利,但是比赛过程改变不了,这场胜利报了去年的仇。 其次,站在杜兰特的角度,在他这次受伤期间,他的好兄弟哈登离开了,因为厌倦了篮网,因为得不到属于自己的战术价值体现。 而杜兰特作为这只篮网的电击人,他内心五味杂陈,用他自己的话说,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,杜兰特着眼于未来。 他和他的篮网还在前进,正是属于篮网的胜利,告别哈登后,重新起航。 那时赛后非常兴奋,我们度过了艰难的几周,我们要求大家团结在一起,他们做到了,如果我们能度过这段时间。 回报将在之后到来,此外纳什胜的欧文,他的表现是不可思议的,很多进球难以置信。 他是球队进攻端的重要力量,而谈到杜兰特的复出计划,那时透露,杜兰特接下来两场对阵猛龙的比赛可能都不会打。 根据此前篮网随队记者的报道,杜兰特有机会在对阵猛龙的比赛中复出,但是篮网方面希望让杜兰特彻底恢复后再回归,并不急于把压力转接到杜兰特这里,所以杜兰特最有可能在下周五打热火的比赛中迎来复出。 同时篮网队的主教练那时在接受采访杯,问到如何看待哈登在76人的首秀时候,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,那时说到说真的我为哈登感到高兴和骄傲,很开心他能够在76人打出这样的表现,事实上他一直都具备这种能力,只是他在我手下打球的时候没有这么努力而已,那个时候他受到了伤病的困扰,现在他宣布自己已经康复了,所以他打得更加卖力,我祝福他有一个好的前程, 但是我会让哈登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在哪里都可以夺冠,而我们距离总冠军会更近,显然那时嘴上说着祝福哈登有一个好前程,不过他的意思显然是在说哈登在自己手下打球的时候有些偷懒,并且还说自己会让哈登明白篮网更有希望夺冠,多多少少有些挑衅的意思。 自从哈登离开篮网队之后,布鲁克林这座城市上到球员和管理层,吓到球迷就没有人说哈登的好,尼尔斯本赛季场均在篮网只打了31.5分钟,但是那时却说他很累,而哈登的上场时间高达35.8分钟却说哈登在偷懒,真的不知道那时为什么要去别队带哈登,现在哈登在76人带得十分开心,他和篮网队从此也只是敌人的关系, 作为球迷来说还是希望篮网可以在季后赛和76人有一个正面对决的机会,到时候一定会是一个最吸引球迷关注的系列赛,而篮网老板蔡崇信在后发文LFG Let's F Go,一种通俗的鼓励方式,显然,蔡崇信在过去一个月面临很大的压力,从哈登强制希望离开篮网开始,到后面的签约补强,但就裁掉卡特签约德拉基奇,就需要篮网多缴那2000万美元奢侈顺, 主意体现了老板对于篮网的态度,希望球队本赛季有所斩获,在哈登离开时,他身上背负沉重的压力,这一场击败雄鹿,就是最好的释放方式,当然,这只是一场普通的常规赛,也没必要去过度庆祝,不过显然这场胜利,会让整个球队有一个新的开始,目前球队最大的引诱还是西蒙斯,按照扎拉尼亚的说法,西蒙斯正处于应对背部疼痛的过程中,他还需要在一段时间内的康复, 才能回归赛场,不知道在过去几个月不打比赛的时候,西蒙斯都在做什么,现在需要他回来打比赛,关键时刻背部突然受伤,这确实很难平复外界的质疑声,当然,好消息是纽约已经决定在未来去解除疫苗限制,欧文最快能在3月中旬就打上主场比赛, 这可能是在季后赛之前,篮网最后的阵容磨合机会,只要篮网进入季后赛,哪怕先把西蒙斯放在一边,欧文和杜兰特两个人就能解决一些问题,期待篮网接下来的表现吧。